市長跟金牌的羽球選手王麒麟視訊之後 沒想到下面網友卻一面倒來轟您幹嘛來蹭熱度 市長怎麼看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我們臺北市議大學的學生 總是做為地方所長給他們鼓勵 其實更重要的是 這個羽毛球 其實在我們臺北市慢慢 去年在大安運動中心 那次大概有6000人參加 我都嚇一跳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來參加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兩個 而且這是我們第一次臺灣在球列比賽 在奧運拿到金牌 有時候也是要透過這些人的 這種鼓吹倡議 說不定我們這個羽毛球會變成臺灣很 很流行很流行的這種運動 我也跟他講說在我們臺北市 要打棒球那個場地才要求太大 我們臺北市土地這麼貴 哪有辦法打棒球才很困難 打籃球 場地還蠻大 我發現打羽毛球還蠻 對我們這種寸土寸金的都市還蠻適合的運動 最後一題 接下來要延續剛剛的提問是涉及北市的王齊玲市長還是沒有鬆口要加碼獎金的部分 但是強調要把運動產業做起來目前市府的規劃如何 這個也不是一天兩天 我跟你講其實運動產業你知道齁 其實一樣齁 臺灣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說不要發明 你看我們去看歐洲國家齁 如何把足球變成一個運動產業 或美國的大聯盟 其實可以想想看 在目前你知道齁 像我們的健身房齁 就是運動產業你知道齁 運動還是要變成產業 它才本身才能夠形成一種 自動這種循環的這種力量 那如果都要靠外面補助或什麼 它撐不久了 所以 終究你知道齁 如果運動要在臺灣要能夠蓬勃發展 還是要讓它能夠變成一個真正可以至極自足的產業 這才是重點